现在讲解如何装拆尾链 首先讲解拆尾链 因为现在装好了 拆尾链之前要做两样东西 就是链子要放到最松 尽量放到最松 因为这一套不可以放到最尾链 只能放到最松的位置 总之放到最松的位置 第二样就是拆尾链 拆尾链要放松 才能脱出 现在是这样拆尾链 拆尾链便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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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拆尾链便放松 现在拆尾链便放松 我多数用中指去压这个位置 压这个位置就是 波具有上面的小缸和下面的小缸 压上面的小缸,整个波具可以移动 多数用中指去压它 因为稍后要留下手指去压下面的小缸 现在示范一下 现在把快刹拆开 把快刹拆开 然后我用中指压住这个位置 压住后,链子已经拉直了 整个小缸已经能够出来了 因为是能够出来了 但是用上手指弓 帮一帮在尾的小缸 整个链子拉松了 就算我按下了,链子也在拉中 整个链子放松了 整个小缸就跑出来了 这个手指要保持住 如果你不保持住,这样弹 都可以的 不过有机会 因为有机会 整个小缸就拆开了 这样整个小缸就拆开了 是否很简单呢 现在装上车架 装上车架 装上车架 那一组织 那一组织 当然是放在车架的中间位 然后呢 链子 你留意着 这里是链子的上半部 这里是下半部 链子要放在 上面链子和下面链子的中间 这样才可以的 那我现在慢慢放在车架上 那手势呢 就一样 和刚才一样 都会这样 其实现在很轻手 一样都是 我用中指 压着上面链子的位置 这样推出去 推出去 那现在就 推到尽了 推到尽了 我现在推到尽了 接着就用手指弓 压着下面的 小缸的位置 压下去 拉回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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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把条链 勾在 因为正常 如果是机械变速 就勾在最 下面的 飞轮瓦 那里 因为刚刚是电变 就只可以在尽了 尽了 因为刚才我也是在尽了 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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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住 这边不要放手 继续拉住 拉住 这个 一手指弓也要按 按住 很顺利 就可以放回条链子 当然 你要看回条链子 因为 因为壁链子会顶住 车轮 这样就进去 进去 进去 你要移一下 其实 我习惯了手势 看看两边 再 逗一逗 平衡 你可以逗中间 途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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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放旋轮 平衡 再按住 另一边 平衡 在平衡 可以 平衡 会 平衡 装在一边 平衡 或是 叠起 如果 现在移植中处,扭拌匀 可以了,试一试变速 变一下锅锅是否正确 可以了,可以了 转波顺利,没问题 可以了 当然记得,安装好后,要看看这边 这个鼻子要拉回 把它抹去圆位 这样就好了 好